联储局有没有机会比起大家之前预期的 是真的再早一点加息呢? 如果真的的话 对投资的气氛有没有影响? 是有机会的 大家会留意到 每一次联储局议息完 即晚就有两页子的一个声明 然后就像昨晚那样 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会议记录 其实在它公布了声明那一刻的话 当晚大家是很乐观的 又是一如预期去减买债 应该在短期里面又不加息 大家是视之为很夹派 我当时已经说 不是啦 你看一下声明 声明里面有个字眼很重要的 因为10月份就没有这个会议 9月份的时候声明就说通胀是暂时升 11月3日声明说是预期为暂时升 它自己改了口吻 再看昨天的话 一个详细会议记录 真是有些改革的视频 他们都说如果通胀是持续上升的话 是可能会加快收缩的部分 其实连带着 如果你加快收缩的部分的话 加息有机会退组 这个就是我觉得市场应该要担心的 所以现在很简单了 帮我看实 就是未来的债息 昨天来算 10年期上升到1.69% 差不多1.7% 是的 然后回回来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因为始终都是基建措施的推出 边际的收税 通胀的持续高企 债息有机会上升 根据那些数据的话 如果债息上升 其他因素不考虑 对于金融股 对于银行股是利好的 但是对于增长型的股份 比如说科技股 通常都有一些利益 这些东西就真是 当然了 如果回来港股 很多东西要看 但是外围里面 我觉得那个联储 那个货币政策的走势 还有债息的高低 都是真的要 虽然我的眼睛很小 但是一撑大眼睛 看到实在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因素要留意